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一代人的记忆啊 来一首来自政治化的星星点灯啊 其实政治化还有一首特别著名的歌叫做水手 那首歌就更老掉牙了 那为什么台湾的歌手你这么的熟悉 因为那个年代台湾的歌手几乎都在大陆混饭吃啊 难道不是这样吗 ok 我不知道我可能还没出生 所以我也不知道当时什么情况 好残忍啊 1992年你又出生了吧 还没 真的吗 真的还没 好吧 这个再说下去就要暴露年龄了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政治化的歌 为什么会放政治化的歌呢 我们在谈论这个节目内容的时候呢 总觉得现在好像政治化的话题实在太多了 每天呢不是香港就是美国啊 要不然就是各类政治话题 有的时候呢觉得政治话题是有很有刺激性啊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一些 有点的是有的时候呢就会标题党一些啊 但是又老是觉得啊 成天政治化政治化没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我一直在偷笑吗 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话题的时候 然后业主编就说 最近一直很政治化的话题 那我们就来放一首政治化好了 我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 想说什么东西 要不然我们今天就来一首政治化的歌啊 就今天把政治话题搁在一边 你说大周末的啊 今天是星期五啊 今天下午的四点十三分啊 这个今天是11月29号是黑色星期五 我看到很多人是不是已经开始过周末了 对啊 因为刚刚两三点的时候路上已经塞到不行 是吗 哦 他们都是出去旅游的吗 还是赶去买东西 然后旁边的商场好多人 我觉得可能是赶去买东西 是吧 对 所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星期五的下午 四点十三分 我们今天的淘宇书节目呢就 不要那么政治化 政治化了啊 政治化是一个早期的台湾歌手啊 在大陆一段时间的非常的出名 而且他身上是有一些残疾的啊 所以他的很多精神的就会更加的感动大家 这个我们今天把这个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 送给政治化 好 我们接下来说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呃 其实呢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 呃 我很早就想说 可是刚好的 这个话题刚刚呃 出来的时候呢 我在休假 啊 对 是吧 OK Brummer OK Brummer 这个话题其实当时是那个Aden帮我帮你代办的时候 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讨论过 是啊 然后就说 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在用 而且最近好像因为一位新西兰人的关系又火了起来 我想小乐和Aden呢 已经在他们这个节目中说过 为什么这个OKBrummer啊 这个这个词啊 这个这句话在新西兰豁然火爆 其实呢 尤其是新西兰的这个政治人物啊 就是那个绿党的国会员Chloe 后面那个词好难发啊 我就管他叫Chloe好了啊 为什么Chloe当时在国会中说了那一句话之后呢 顿时在全世界啊 你知道全世界呢 新西兰我们是弹丸小国啊 这个在很多国家看来就根本不值得一看的国家 那么底下一个小国家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美国加拿大的华人 新西兰在哪啊 听说过吗 知道澳洲 只知澳洲不知新西兰啊 但是新西兰这个国家有的时候 或是不是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非常奇怪的点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例如说之前我们总理带宝宝去联合国啊 没错啊 这次呢就是因为Chloe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国会员呢 他那句OKBurma 一下子呢又让全世界的这个很多媒体啊 前几天的头条都是或者关注点都是OKBurma 什么是OKBurma呢 我们华语观众对这个词有什么理解呢 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展开一下啊 那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段 这个今天为什么又把这个话题啊 一下就给拿上来了呢 呃今天呢在这个呃 新西兰有个电台叫做Radio Haraki 对啊 Radio Haraki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电台你知道吗 他们放的比较多是Rock摇滚 啊就是比较年轻人听的这么一个乐 啊这个电台吧 我理解是啊 他们今天呢很搞笑的发布了一个 Our Official OKBurma Anthem 我们官方的OKBurma的歌曲啊 好有意思啊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我跟小乐一起 一二三 走 好非常有趣啊 刚才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这段片段呢 这个电视机旁的朋友们可以欣赏一下啊 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国会议员 呃在国会中发表的一段OKBurma的话 对 呃当然这个电台呢很有意思的配了许多呃其他的画面啊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出现了三个画面 都是Burma是吗 这三个都是Burma 我刚刚比较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老皮 Winston Peters 老皮 老皮是Burma吗 应该是 是吗啊 我这边有一张这个图啊 我们来一个小乐给大家找一下 就关于这个Burma的年龄啊 哪一个年龄段的算是Burma啊 老皮的这个年龄是应该他是七十 七十一期还是七十二 七十多啊 我们看这个Burma啊 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个数据呢 是1946年到1965年生人 这一代人叫做婴儿潮时期 这一代人啊 呃我们把这代人称为Burma 呃在这之前 1928年到1946年生人的呢 呃被称为Silent 就是沉默一代 沉默一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反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这代人可能到了今天也 怎么说这个说这个话是有点残忍 就可能比较沉默啊 这个就是这么一代人啊 大家不太关注到 也不太关注掉 然后呢 从1965年到1981年啊 我自己每个大家断个带啊 那如果说大家这个自己来看一下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啊 呃自己来决定一下自己啊 判断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代的啊 1965年到1981年的这一代人呢 被称为Generation X 嗯是的 为什么呢 呃我不太清楚啊 可能从那个之后就不知道叫什么了吧 所以就从XYZ开始去 OK whatever啊 这个叫Generation X 然后就是迁徙一代 对 迁徙一代是从1981年 对 就是迎接迁徙年的意思吗 是的 就是跨越到迁徙年了 呃跨入迁徙年 迁徙一代是1981年到1997年 是我 哦真的啊 所以是97年之前 九十年之后啊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Generation Z 对 就是97年开始 Z世代啊 就是97年以后的啊 这个呃这个是有关这个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个所谓呃 年代的划时代的划分啊 对 那为什么OK Brummer OK Brummer就是呃翻成中文是什么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来体会一下啊 就刚才我们看的这个Chloe啊 呃他是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气候变化 因为他是年轻人嘛 是他应该是属于Z世代 他应该是跟我同 他应该是迁徙 他应该是迁徙一代 他跟你童年 呃好像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啊 他是迁徙一代 Anyway就是年轻世代啊 当他们在谈到一个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呢 他的发言背底下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50岁的国会员防对党的国家党的国会员呢 试图要打断 那就特别不难防的来 OKBrummer啊 呃你看我这轻蔑的语气啊 大家尤其关注一下OKBrummer啊 对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OK啊 啊好了呃 你们爱咋咋地吧 啊我要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老家伙啊 你说的我已经知道了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OKBrummer这句话呢 其实不只是Chloe第一个说出来的 在此之前今年上半年开始忽然这个词呢 就在西方语境底下非常的流行 你知道他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吗 就是你知道呃我们在可能中国国内会用抖音 然后在海外就用TikTok OKOK 然后当时呢是有一个老先生他就在TikTok上面 他就一直在说说 他因为他本身可能就是Boomer的这个年纪嘛 然后他就说现在的这种迁徙一代还有Z世代的小朋友啊 他说他们都有一个Bitter Pan Syndrome 就是说永远长不大 哦 Peter Pan Peter Pan Peter Pan Syndrome 就是永远长不大 然后就是特别的天真 没有办法吃任何的苦等等的 然后呢就有一位年轻人 他就把这个老先生他的这个一这一段视频 嗯 跟自己的这个放一起 这两天其实TikTok有一个跟他有关的政治新闻啊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政治化过了啊 所以这个新闻就不往下讲了啊 这个而且这个新闻很敏感 我怕这个说了被人骂 嗯 Anyway啊 就是这个所谓的OKBoomer 在这个TikTok国际版流行开之后呢 今年呢成为整个年轻人的这么一个语境啊 这个大家都在争相说的这么一个词 嗯 以至于呢到Chloe再说一次之后呢 再次被流行开 对 我们可能 真吗 这个现象背后其实每一个社会流行现象 它背后一定是有意义的啊 那这个OKBoomer流行起来 它背后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在我们华人语境里面 嗯 会不会有什么呃 可以类似的可以来作为比较的东西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的一会儿呢 就给大家聊聊这个OKBoomer的现象 是 其实自从知道这个OKBoomer这个词之后啊 我就非常担心 有一天呢 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会 在我跟他这个苦口婆心告诉他 啊这个你要这样啊 你要那样啊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那样的时候 来给我来预计OKBoomer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高 我们在期待中 好我们休息会 晚会就回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超约书节目啊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OKBoomer啊 这个话题 也欢迎大家呢 如果有想法的话 可以发短信0212010998 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其实这个呃 这句OKBoomer所背后展示的含义 我想我们这个即便是作为华人听众 或者华人观众啊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生活当中 就可以感受到很多OKBoomer这种压力 是吗 有吗 就是可能 你说以年轻来说 年轻人来说可能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 那如果也像你身为父母的 你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到他里面的一些内感 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啊 每个人都是从这个年轻到了这个慢慢年纪大了 有了孩子啊 这个以前我们自己做年轻人的时候呢 呃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在每一个世代都存在 是 每一个世代和世代交替的时候呢 你知道其实中国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啊 从这个七几年啊 从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啊 这个思想刚刚开放 一直到八十年代文文思想开始开放 然后九十年代啊 各种各样 呃 新朝新朝和西方的思想涌入之后呢 呃 各种各种 就是文化的冲击和 世代与世代之间的这个冲击 其实是相当的大的 所以说 其实我们从小大大都能够理解 这句所谓OKBoomer的意义 我想这个跟我同龄的很多朋友啊 在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呃 都在心里可能说过这句话 嗯 就可能 你知道我们那一代人啊 在这个某些方面啊 呃 还是受到一些约束我们自己的思维 对 就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太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 这个直率和直白 嗯 想到什么说 想到什么说 必须面对自己父母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天我们这个 我的儿子对我来这么两句 我其实也没什么话好讲 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这样的表达方式 为什么好生气的呢 我如果生气的话 他可能这种思想就更加更加的 对 但是在也许你是他这个年纪 可能十几岁的时候 你如果对你的父母说了什么反驳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挨打了 对啊 那倒不见得挨打 可能就是会面临一些不好的后果 而且呢 我觉得我们那个世代的人啊 可能更加不太会去这么把这个 就形成一种形成一种一代人的 对于自己这个上一辈的 呃 说教啊 甚至到我们这个国会议员也在这个国会中演讲的过程中的公开说这个词啊 这个怼的是这个国家党那个刚才我们这个放这个片段里有三个人 一个是老皮啊 文斯登皮特斯 一个呢 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国家党的副党魁 波罗班内 是 波罗班内应该其实他也不是 不是所谓的 波罗门年代的 所谓婴儿潮一代 他其实是可能是Generation X 就是和我一代 当然他比我年纪大啊 顺便一下啊 还有呢就是呃 最后那个Mark Richardson Mark Richardson呢 呃 其实也是也可能不会是婴儿潮那一代的人 他顶对就是Generation X 但是为什么说啊 好像这个啊 这个做这个广啊广告的这个人会把这三个人摘出来呢 就这三个人呢 就非常有特点 非常鲜明的那一代 我记得Mark Richardson就是上次说 是说Chloe吧 说他乳秀未干的那个 呃 那是 麦克洛斯金 是麦克洛斯金吧 所以不是 但是Mark Richardson也是和麦克洛斯金非常像的 对 你觉得他俩长得也很像吗 都一脸 就得瘦瘦的 然后 有一个小胡子 都是 他们身上有非常浓郁的时代特征 有没有 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那些新西兰的症状吗 如果说您是 通过YouTube来收看的话 可能不太了解啊 这个这俩人都在新西兰特别著名的 对 呃 算是一种类型的 呃 四五十岁的 典型的思想比较守旧的 呃 传统价值观的 呃 右翼思维的那群人啊 他们所主张的一些什么观点呢 就比如说 呃 气候变化是胡扯 嗯 这个 Chloe呢 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呃 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大力的倡导者 包括 包括很多 他们很多的思想观点都非常的右翼啊 就包括什么 对大瓦合法 合法化也是坚决反对的 嗯 所以说呢 这一批人呢 在现在呢 就像Chloe这些年轻人看来 呢 就是属于 虽然他们的年龄不一定是 Burma 婴儿潮那一代 但是他们他们认为他们的思维 特别守旧 特别的那一代人 呃 对年长的所谓有经验的人啊 到底是哪一群人才能够才应该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很多事物上有发有话语权呢 其实这也是个争论很久的一个话题 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我们的总理杰西兰登了对不对 是37岁大家都觉得他很年轻 是他在上台之前就有很多人说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他行不行啊 对 呃 包括这个Chloe这国会语言他在进入国会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次上这个呃那个谁呃 麦康斯的节目两人辩论啊辩论起来 我记得非常印象分上深刻的就是当时麦康斯的意思就是啊你这个他就把这个话翻成中文的直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乳羞未干的小女孩啊 这个你都没有结婚都没有孩子啊 你用 而且当时好像是谈论到一个女性带孩子工作 差不多 什么类似的话 我用中国人讲话啊 这个嗯 算了这个话有点过分啊 anyway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都没有成成人呢 你什么都不懂 你跑过来跟我辩论啊 这个就是这一代所谓的呃 Bloomer这一代或者说是甚至Generic X这一代人普遍的都有一种观念 那在以往的这个历史进程中啊 往往我们这帮有经验的这帮人可以掌握这个社会的话语权 轮不到孩子们来说话 嗯 是吧 年轻一代人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个上一代的时候哪轮到我们说话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说话呢 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 等我们自己到了四五十岁三十四岁以上 这是有一个年纪的一个坎是吧 例如你过了三十五岁或者你过了四十岁或者你过了四十五岁那你就有话语权了 你在各个社会各个阶层你都进入了一个有话语权的阶段嘛对不对 你在自己的公司啊工作岗位啊哪怕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各方面领域你都是有经验了 你可以跑出来指点江山了啊 呃呢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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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agle市凌里道了啊是你的年龄道啊 那你的年龄道了你可以跑出来啊这个回来指点江山了 他是现在这个世代啊agi以前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就在于现在年轻人的上位特别的快对特别的早 你看Greta Thunberg 她才几岁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话题 可能就是如果是你思想 比较的传统一些 我们不要说守旧 传统一些的就觉得 这个年轻人行不行 这个我们从小到大 这个我听到非常多的一句话 就是我相信我们这个生机旁的 几乎每一个华人 我相信你们都听到过 长辈跟你们这么说过 就是我所谓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我走过的桥 比你走的路还要多 之类的还有吗 反正这个是一个系列 我吃过的酱油 比你喝过的水还要多 这是台湾才有的吧 对 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 用经验来压人这一代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世代呢 情况真的是有些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以新西兰为例 其他国家我不知道 其实挺多的 像加拿大 这个特鲁多又当选了 在新西兰 包括我们二十多岁的国会员 前段我听说 国家党 国家党那个年轻的 十八岁不到 未满十八岁 所以就出来竞选 国会员了 年轻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在这个时代 他们所希望参与这个国家的 或者说整个地球的 什么事物的 愿望越来越强烈 就慢慢的和所谓的 年长一代发生了冲突 这我觉得啊 这是所谓OK 这句话会产生 以至于他今天会在年轻人中 这么流行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敢说话 所以会觉得说世代之间的不同 或者说讲难听点冲突或隔阂会越来越明显 没错啊 这种隔阂越来越明显 而且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啊 年轻人现在觉得他们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啊 跟以前不一样啊 跟以前这批人不一样 还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 我们都知道过去这几十年是西方社会也好啊 这个反正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特别快 过去的一百年都发展了多少 大家想象一下啊 所以说在这一百年五十年这个发展过程中呢 整个人类社会啊 包括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啊 整个人类社会都在摸索中前进 他们可能取得了一些发展 一些突破 但是又面临一些问题 创造是创造出来一些问题 而现在的年轻人就觉得呢 好了红利都被你享受走了 问题现在就到由我们来承担了 是不是 就比如说这个 很多我们这一代呢 Generation X 或者说更老 OK这Burman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婴儿潮一代啊 就就完全不能现在理解年轻 你在想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啊 可是年轻人就会觉得你看 你现在是不担心啊 他们会说比如说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这个问题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不以为然啊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几个人都不以为然啊 什么Mark Richardson 麦康斯金啊 那些人都不以为然 在华人听众朋友中 华人这个语境里面 对于这些问题不以为然的 我相信是绝大多数 真的啊 我在国内 因为我们来自中国国内嘛 我们去观察一些国内的一些新闻网站 也会推送一些新闻 凡是推到那个叫做 刚才你讲的那个 瑞典小女孩叫什么来着 Greta Thunberg Greta Thunberg 凡是推送她的新闻出来的话呢 你在西方世界 你在我们现在这个所属的新西兰也好 包括一些海外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本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可能还分啊 就只有Mark Richardson这样的 也有支持啊 这个Greta的 认为他很勇敢 认为他到处这个问题的 但你看这个在华文语境里面 在华文新闻里面 推送里 几乎是一片对于这个小女孩的不屑 不满 所以都是批评的声音 基本上都是 就觉得哇 你这个小孩你懂个屁啊 这之类的啊 然后就是又是左啦 又是年轻啦 又是反正就是觉得呢 他的很多思想观点呢 就是太幼稚 幼稚啊 虚伪啊 之类的啊 反正一长串 那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 但是这是不是说明 挺明显的一个一个特点 是 是吧 因为年轻人就会觉得说 好假设真的气候变现是存在的 然后当地球出现问题 当人类没办法生存的时候 那那些你现在有可能 你都死了吗 对啊 你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你当然觉得不管你自己的事情 年轻人会觉得哇 你现在说的是好像没事没事 不然你就七老八十了 对不对 你都已经是Burmer了 Burmer已经快那个什么了 对吧 Burmer的年代快过去了 OKBurmer Burmer是四几年到六几年 就算六几年出生的人 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 五六十岁 快六十岁了 可能到了二零五 二零五零年 大家所认为这个可能气候变化会恶化的时候 是 婴儿潮一代如果还能活下来都是人锐了 是的 是吧 所以呢 年轻人会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跟你有关还是跟我有关 明明是跟我有关吧 是吧 为什么说年轻人 是我们的未来 是我们的未来 为什么说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所谓大与大与大之间的这个隔阂 会这种反应会那么的强烈 还有一个我觉得OKBurmer这个现象还说明一点 说明什么呢 就很多年轻人的就会觉得啊 这个世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很多所谓的上一代人呢 还遵用以前的他们觉得可以成功的道路 给年轻人传授一些成功的经验 往往这些经验被现在年轻人看起来啊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对 我就记得好像可能有一些新闻里面就讨论到买房这件事情 没错 这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家的年轻人都觉得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赚钱 我可能都不要吃都不要喝 我还是没有办法存到买房的钱 新西兰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包括我这次回国啊 这个当然对祖国房价呢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 也是凉了半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年轻人在总结啊 包括我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中文语境底下 经过一些搜索 也发现一些挺有意思的分析啊 就比如说他们总结 Burmer一代是什么年代 Burmer一代几乎就是 最被上天眷顾的这一代人 就是所谓的婴儿潮一代人啊 他们说呢 你看啊 我这边有一个知乎上面的总结啊 说Burmer呢 是身在二战后 长在春分中 大概是环境最轻松 时代红利吃的最多的一代人 就是所有的在往前走 就是Chloe喷的那个所谓的婴儿潮一代啊 我为什么老是站在他的角度 明明我更加高进Burmer好不好 他说婴儿潮一代人呢 说高中毕业啊 很多世界五百强的工作 排着队等你挑 我想想啊 这个如果是五零年 五几年高中毕业的七零年 正好是这个账后 这个重建大发展的时候啊 有很多工作机会啊 想上大学啊 老爹一年的工资 能让两兄弟读四年啊 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收入八几年 但当然这个 当然这个我们必须说一下 这个 这个所谓Burmer Burmer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很多都是 比如说是美国啊 或者欧洲啊 这些这些西方国家啊 这个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这个五零年六年年 三年自然灾害的 小的都听都没听说过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啊 这个正好这个大家 正在阶级斗争的时候啊 这个语境不一样不聊啊 然后呢 说那个婴儿朝一代啊 工作之后一个人的工资 能够养活 一个人的工资啊 就可以养活一个老婆 你想几个老婆 一个老婆 两辆车 三个孩子和四条狗 真的啊 我不知道啊 这个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 人到中年啊 退休金伴着美股长牛啊 不用操心却年年膨胀 退休以后拿着养老金 每天花天酒地 却手握鱼粮啊 这个就是知乎上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哥们 给这个所谓的 布尔默那一代 所总结的 所以说他们会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很难 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这个我们知道 全球经济的情势的变化 现在所谓西方世界的 一片经济向好的情况 已经啊 已经截然不同了 都知道现在国际经济 政治正在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 一个年轻人从大学毕业 踏入社会之后 现在很多你知道 上一代人会觉得 年轻人不好好努力工作 不好好奋斗啊 你看你学我啊 努力工作 这个什么就有工作啊 就有好工作 好工作之后呢 有升迁 升迁之后什么 有一个老婆 两个车 三个孩子 四个要果 都归你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年轻人 我觉得完全是相反 首先可能 有些人甚至连大学读不起 是啊 你读过起大学 好了 你大学毕业了 工作找不到 然后那么的竞争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你的薪水可能这么 那么一点点 你自己都养不活 你还要娶老婆 还要养狗 还要养小孩呢 对啊 然后更不用说买房了 对吧 更不用说买房 说到买房这个问题 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 说你看这个年轻人 不知道存钱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我们遇到的很多 尤其这边新西兰的年轻人 很多Kiwi 他们的生活其实 怎么说呢 挺放得开的 就是可能也会周末度个假 什么的 那我们经常会说 啊这个年轻人啊 你应该学这个 学我们的这一代啊 这个你看看啊 这个不要乱花钱 每天一杯咖啡就不要喝了 每天中午就不要在外面吃了 带个三明治 带个三明治凑合凑合啊 然后你看你周一周 可以存下多少钱来啊 这个几年之后可以买房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说法就是 其实这根本 就即便他们过那样的生活 这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他们会觉得 你们这一代人就有一点点 就是好像 首先就是站着说话不要考 然后你要不要把你的房云办给我啊 这个两辆车云一条 云一辆车给我啊 这个一个老婆就云不过来 我找一个 是不是 所以年轻人会觉得 他们首先 你看这个政治话题 社会话题 都是影响到他们比较多 而且他们却缺少话语权 再一个呢 就是老一辈呢 就不停地给他们灌输 他们的人生经验啊 什么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更多啊 那一套一套东西呢 搞不好已经不适合这个新的时代啊 时代的变化了 说你根本就不懂 我现在在go through 这是什么样的困难啊 这个就是两单人之间的一些 巨大的出现的沟通问题 我看了这个OK Brummer啊 这个我们这个Chloe 这个发表这个讲话之后呢 这个新闻上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 这个关注点 尤其CNN啊 CNN也煞有见识的 那俩主持人坐在里面 那俩主持人呢 一看呢 有一个呢 看起来跟我一个generation 是 还有一个呢 可能年轻一些的女士呢 可能应该是比我更年轻一些些 但是跟现在年轻人可能 还有一些思想上差距 他们在现场采访了一个 on field 就是在live的一个 是一个年轻记者啊 看起来就是ZERO generation 就九几年以后 他们就谈这个OKBrummer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啊 他很多 然后那俩主持人就是整个过程中啊 就啊 你这个东西是涉嫌年龄歧视吧 就是好像就是年龄大的人啊 其实年龄大的人会不会啊 或者说一会儿就说 啊 你这个反应是什么 后来我看底下的评论啊 就是那个年轻的记者 就场外的记者啊 一脸的 就很想把OKBrummer这句话甩过去的 那种表情 讲到有点不屑了 就敢讲到这两代人 其实很多时候 现在就慢慢变成好像 没有办法沟通了 对 就我看到还有人 就是在网上评论 好像是美国有一个特别 美国还英国 反而很有名的一个 也是电台主持人 他就说他只有OKBrummer这个词 就是一种 年龄歧视 甚至跟N word 就是N开头的那个字 可以画上等号 他觉得是非常难听的 是吧 然后你看他这样子的理解 就又更加的去展现说 现代人 现在年轻人跟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 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看我还找到了一篇 台湾那边的这个 关于这个东西的说法 一篇文章 他说 这个 这个世代差异啊 放到台湾社会有类似情况 可能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那边的这边的 那边的这种相似的情况不多 因为我刚才讲 这个发展环境不一样 英文朝一代和后一代 他的这个差距不是这样 但台湾内部社会发展呢 可能有一点点关联 是 他说呢 现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上个世代呢 就给他唱首歌 爱拼才会赢 有没有 对 然后呢 年轻人会觉得 80年代台湾前烟角木 什么意思 什么叫前烟角木 就是前烟角 就是满地是钱 满地是变黄金 到处都可以找到 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更多是 低薪高房价 高失业力的问题 爱拼才会赢 已经变成爱拼不一定会赢 对 其实我从来就没觉得 爱拼就一定会赢 也要一点运气是吧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好的 今天就啰啰啰嗦 给他讲了一些这个东西 这个也不知道大家听 有什么感感受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回来再聊 好的 欢迎回来 时间到了下午的4点45分 其实我觉得小乐 还是一个很善良的 很善良的女孩 你想说什么 那因为他在上节目之前 我们曾经在讨论节目的时候 他曾经说呢 今天节目的整个过程呢 都要用ok boomer来 哈哈哈 但你没有展现什么 你没有告诉我 你的一些观念 让我觉得很无语 然后只能用ok boomer来回应 结果这个到现在 他都没有使出 对我使出这一招 我还是挺感恩的 还是挺感恩的 哎 其实呢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比如说上次 chloe和这个麦康斯林在辩论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支持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性格上有一些 有些逆反和叛逆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你比较支持谁 我比较支持chloe啊 所以你是说你的想法是比较年轻的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你现在很多年 很多人跑出来说啊 这个我的经验怎样怎样 你经验那么丰富 你们也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吗 对不对 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是如果说你说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媒体员 然后你会不会看到一个比较年轻 可能刚开始做新闻啊 做媒体一两年的 你会不会觉得说 哎呀你什么都不懂 还是你是觉得我很愿意去倾听 现在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说我很愿意倾听年轻人的想法 会不会显得很矫情 如果你真心的 if you mean it 就不会很矫情 我觉得是啊 这对我还是觉得对啊 那OK 就像那个国会说到国会好了 这个我如果是chloe的话我就会怼啊 其实你们这帮老家伙在这里干的 你也没干出什么好事来啊 就这个国家有建设的很好吗 好像也没有啊 年轻人现在上来国家有建设的变得很糟吗 好像也没有啊 那么夸张吗 对而且我觉得你说像为什么现在 你说加拿大特朗多 为什么像我新西安的Justine 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机会 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的民意 希望有一个 跟以前不一样的 就是不要那么多 就是直现在以前的制度 以前的官僚方式 说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会出来 也不就是因为就是好像你们也没有把这个这个世界治理的怎么样好吗 对不对 金融危机一个有一个啊 这个国际上的纠纷 政治纠纷 经济纷 一个有一个的啊 也没怎么样吧 对不对 换个年轻 换一代年轻人来做 感觉好像又怎么样了 又怎么样 so what 是啊 有种so what的这种心态 所以就会觉得年轻人本来就有资格站出来 就也许我们的经验没有像一定没有没有那么多嘛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想法不一定是跟 你应该说成熟度不一定跟年轻是完完全全挂上 我觉得很多时候哪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大不了 就变是所谓这个当国会议员当总理也好 其实有什么大不了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啊 这个不至于说会出什么了不起的结局 我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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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吧 好的 那这个也不能一个小时都这样这么说一个一个话题啊 我们接下来说一个在新西兰的话题啊 你看这后面的小狗嘛 这一脸哀怨的眼神 哈哈哈 OK的吗 我怎么觉得是轻蔑的表情呢 是轻蔑 OK 嗯 OK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个新西兰的话题啊 其实这个话题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什么新鲜话题啊 这个话题 但是今天上午我们这个公司 呃 这个台里的一些新闻部的一些同事呢 这个话题还讨论挺激烈啊 所以我也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是 就说呢 是我们都知道前一段啊 新西兰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是关于锁车的 啊 我们知道在海外其他地方 美国加拿大这边华人 没有问到这个问题啊 新西兰华人是很烦这个事 呃 所谓锁车呢 就比如说我今天停车 停在了 停坐了 嗯 停到了其他这个公司的车位上啊 呃 在新西兰有一种操作啊 这个公司的这个所谓这个业主啊 他会去找一个锁车公司来 嗯 他也不把你车拖走 比较简单就找一个大锁 把你这个车给锁上了 对 呃 交钱啊 交钱开锁走人啊 是 以前的这个开锁费呢 没有规定 这个开锁费基本上随便 随便说 100到1000不等 看那个业主的心情 嗯 有的时候收很高 所以这个事情呢 在新西兰引起了很多不满 乃至于啊 新西兰国会呢 通过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规定呢 以后这个开锁费用啊 你可以锁车啊 但是这个开锁费用 不得超过100块 100牛币 最高100块 那今天的这个新闻呢 是说有一个呃 锁车公司的经营者啊 他同时也是啊 这个有一些抽味的 这么一个业主 嗯 他就说呢 呃 你今天这个100块啊 这么低的一个标准 最高100块 嗯 你会让这个锁车行业 无法生存 因为实在太低了 100块够干嘛的 他说啊 还不够我付工资的 还不够我这个更新锁车费用的 嗯 这个工具啊设施啊 是 呃 我的有的时候还去打官司啊 还不还不见得够我 这个去法院的停车费啊 其类的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抱怨 他说呢 啊 你看你这样一来啊 100是在太低了 你要设高一点 100的话呢 等这个行业都消失了 嗯 他说呢 现在很多业主 有这个 比如说啊 有车位的 已经在抱怨 找不到锁车的人 甚至也找不到拖车的人 嗯 因为大家没办法赚钱 经济没办法维持 因为拖车公司也嫌这个呃政府管的太多啊 他们这个收钱呢 收到的钱不足以维持他们的这个公司的运营啊 很多拖车公司也不干 呃 他的这个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说你这样一来啊 好像你是保护了所谓呃 其他人的利益 这些什么人 什么人 就首先这些人是你把车停坐了啊 有的是故意的 那有的是无意的 嗯 无意的容易理解啊 故意的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啊 奥克兰总领馆啊 呃 那边的车位非常少啊 有的时候呢 去办事的华人呢 就会把车停在旁边的 希望这个事情呃 就赶快也就给停车完了就完了啊 就那么一个一个情况 他说呢 你是啊 这个保护了这些乱停车的人的权利啊 他们不至于被收特特别多的钱 嗯 但是那些呃 自己有车位 但是车位被随便别人乱停的那些人的利益 谁来保护呢啊 他说很多人这个找到我说啊 这个要我来锁车 我说我现在不锁了 因为锁车这个行业不挣钱 嗯 不挣钱我我做这个生意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那些业主就会抱怨 我上哪里去找人来帮助我呢 啊 这个新闻呢 出现之后呢 在我们这个编辑部 形成了一些讨论的不同意见 嗯 那小乐呢 下午也加入了战团啊 呃 他们就一起对着我说了一句 OK 就让我这个闪一边去啊 那小乐先说说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首先是觉得说锁车 呃 这个生意 它的这个行程 我觉得很奇怪 嗯 就是说OK 有一些可能公司业主 他会需要这样的需求 嗯 然后他需要把这个别人的车锁起来 因为可能有人乱停 听到他位置上 对对对 那 为什么 为什么要锁起来呢 那为什么不能锁起来呢 就是啊 为什么你的车子 你的车位已经被人家停走 所以你必须要解决问题 对吧 所以你是不是要想办法把那个车移走 你为什么不把人家车拖走 可是就是说啊 首先你这个事情的前提就是我自己的车位啊 我租用的车位或者我我拥有的车位啊被别人侵犯了啊就你把车停到我这个车位上不管你什么原因总是把总是侵犯了我的私人权利 对在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对我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是我的车位上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些处置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不是在我的手里面对不对 法律毕竟保护私有权利嘛在新西兰 那当然我在这个处置我私有权利这个过程中我不能太过分啊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新西兰国会立法说规定最高不能说多少钱的这么一个规定 但是我今天是假设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讲的这个锁车证行业是不是应该存在啊 假设我今天我就自己公司我就自己有把锁我把你锁起来难道不行吗 为什么不行就是你现在先跑到我这边的场地上来了 对啊我要去处理你啊我可以叫拖车公司可是叫拖车公司可能很贵又很麻烦啊 据说呢现在新西兰的拖车的行业也不景气啊就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那我怎么办呢啊如果说我不采取点措施的话 那你过一会就把车开走了那你下次觉得哎这个停车没事啊我下次又挺过来 但是你只是把车锁起来你并没有解决问题啊 然后我会变相的变成说锁锁别人车只是一种惩罚性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惩罚性那如果是要惩罚你为什么不开罚单呢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私人场地的业主我没有法律权授予我的权利去开一张罚单给对方 我以什么名义开罚单呢那他是以什么名义锁人家车 因为你ok你就是说基本上你把车停在我的车位上了啊 我给你装了把锁对啊你要我打开你就要给我钱 为什么你要给我钱呢因为我我我有锁车的费用啊对不对啊 我要去请锁车公司来锁的费用啊当然这个费用不能太高 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就变成讹诈了 但是呢我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这个今天这条新闻里面这本人讲的这个 我觉得他是有一个点的就在于呢就是说呃现在很多时候啊 尤其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现在现在新西兰是一个所谓的左翼政府 左翼政府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他往往会啊就比如说现在社会的呼声非常的高啊 说这个大家锁车这个事情大家都非常鄙视我也很鄙视啊 嗯啊虽然我没有被锁过车啊但是我也很鄙视这种行为 呃所以说呢法力会在保护这些所谓的这个弱势群体就被锁车那人的同时呢 会过于倾向过去了现在我现在变成一个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那我私人业主停车位遭到了侵害该怎么该怎么办呢 难道这一这部分人的利益就不用被考虑了呢 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的我觉得他的点就在于就是说具体到到不定是100块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新闻里这个人提出呢就可能你要到250块啊 他说250块他觉得是刚刚能够维持他这些费用 那不见得是这个金额是多少 但是确实存在一个我不认为这个锁车行业是好像这个有什么 好像在很多人眼里啊在小楼眼里啊包括我们同事眼里啊 就觉得可能你这个锁车这个行业就是不应该存在 就跟黑社会似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合理市场需求存在的这么一个行业 但我会觉得那是他这个人他业主他说因为100纽币的开锁 所以让他没有把生存不得不结束生意 但是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生意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他去开一个拖车的生意 那我同意 那拖车和左车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拖车他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OK首先这个车位是我的啊 我拥有的解决不解决是我的事情 it's no of the business 对不对 那如果不解决那你就不要发人家 这个现在呢不是一个好像这个公共车位啊 这个是公共领域里的东西对不对 我们说的是私人车位啊 我私人车位我今天就不愿意解决 你拿我没有办法的 我今天就愿意啊 我给你一些教训 我不愿意来拖车 而且其实呃这个新西兰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都知道 其实拖车更贵 嗯拖车更贵 因为拖车拖车有这个车的啊 这个费用啊 人员费用更多 而且还有场地费啊之类的 那其实锁车啊 对于这个呃这个车主来讲 已经是已经是相对来说代价比较小的了啊 那其实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法律啊 法律出台之后要考虑他的这个效果 你现在如果把这个价钱非常非常低 整个锁车行业都消失了 那没人愿意做了吗 对不对 就像这位老兄在这个呃新闻里讲的 会一个什么结果呢 将来啊 就是现在这些业主啊 他找不到锁车的人 因为没人做了 这个行业消失了 怎么办呢 好吧那你就拖车吧 啊 最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呃 你这个乱停车的这个车主啊 他今天原来是交700块锁车费 啊 现在是交700块拖车费 嗯啊 因为拖车显然就是应该比锁车贵啊 还有占用场地的费用对不对 所以说从法律效果后果的角度来讲 这是不是值得一个值得挺值得探讨的问题 是 就是我会 我知道小乐没有被我说服 其实肚子里在说ok不 有一点 因为我会觉得说你 ok我们现在说 所以你一个业主 他的车子被占 被车位被占据了 然后他要去解决 这个完全是一个民事上的问题 对啊 对吧 所以是私下的解决方式 是 是因为这个这里面不存在公权里 暂时还不存在公权就相当于就是双方对于车位的 上我拥有车位上发生的问题产生的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啊 那这个纠纷怎么解决 当然理想状况啊 是有一个裁判官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但是理论上它是可以啊 任何一个人如果说你车位停在我这来 我可以去法院举告啊 这个我告这个人听我车位了 轻账我权利我算算我损失多少你赔给我 但是事实上在任何社会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成本太高了 但是我想讲例如说像我们说常会讲到这个房屋方面 例如说租房的这个市场里面常常会有这个房东 对就有一个有纠纷的话就有一个房屋 因为这个事情的性质要多的多严重的多 那你让如果说个人权利自己去救济啊 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话 那恐怕不太合适啊 而且房在可能在政府看来房客明显是弱势群体啊 这里巴拉巴拉 所以他需要一个中介机构来来裁判一下 那你说天天这个关于停车场这个纠纷 你每天去找法官 哇这个法官简直累死了 你不一定说是去上法庭 而是说能不能例如说政府用某一种方式去管辖 政府首先这个不是政府的问题 政府不存在管辖 因为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 政府也是个民事实体 在这样的这个法律关系里面啊 你要这个事情解决只能上司法啊 裁判庭啊 你知道现在新西兰法官有多忙吗 你好意思再去去打扰他们吗 好了我们021这位朋友说 拖车不好的地方在于人走了拖车没来 要是真拖走来回的交通费 加上拖车费也200块还浪费时间 是啊我没有被锁过车 可是我被拖过车 我也被拖过车 那我被拖过车 拖过车真的是你自己要打车到那边去 那我觉得这个会我会愿意去承担 因为我有一次被拖车 是因为我停在那个不该停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路段 他是在比如下午4到7点 就高峰起的时候不能停 我不知道我就停了 我就被拖走了 你知道这里的区别是在哪里吗 你停的这个问题 你是停到了City Council所管辖的道路上 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你今天在我私人的停车场里面 我是不是得有一点点处理这件事情的自由 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要留到第二个小时 OK 下个小时间 他这个保虑吧 还挺好 他起码呢 到时候两件事 一个呢就是你有拳锁 对 二呢就是你不要超过100块 是 给你设置个上限 我觉得他这个好在哪 就是说 我锁车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都就是超过是灰色地段太多了 你说如果你有一个车位 就比如说 就好比你说那个大使馆那边 他有一个车位 他去锁 你说谁让这个锁车公司去锁的呢 就是业主 是这个业主的吧 就是这个停车位的所有人 是吧 那你说那个人锁完以后 对 他会跟着业主分钱吗 不知道啊 难说 难说 那你说如果业主 他又去得不到什么好处 那他为什么要让人去锁呢 就是不爽啊 就是我的车位被你停了 我要惩罚你一下 我让你知道呢 下次你不要再来停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是吧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 那么 这种法律 就是对 就是我不爽 我让你输出一根代价 但是呢 100块钱以内 不疼不痒 是 对 不要搞到180 说实话180有点太贵了 180就贵了 有两种 是刚才你说的事 有两种人 一明知故犯 还有一种是什么 那就是真是不知道 我在 我在那边被锁过 我觉得他那个呢 当然我也就倒是钱 无所谓了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呀 他有一个钓鱼的感觉 就故意了 就是 他那个车位前头 一没有告诉你 就是 这是谁的车位 我这有人呢 或者什么 没有 就是很浅浅的画的线 你看不清 而且呢 而且他那个还是重演的线 你知道吧 就以前画过 后来他又重新整 一遍 就搞不清他什么状态 对 所以你故状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停了 一晚以后 我就被锁了 多少块 交了多少 180吗 180 你觉得180也太贵 对 我觉得180 说实话 真是蛮贵的 如果要是说 几十块钱 就是说 比如80块钱 这是花钱买个教训 下次报庭就好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是这种钓鱼 你知道吗 钓鱼我就不喜欢 就是说 你就看在那里 你明知道有人或什么的 他也不说 他就把他当人生意做 我觉得对 你这样子就有点 就是 想让人家来情 那种感觉 是没错 但是呢 我是想 车主 我是车主 如果我的 就是不想 行 现在呢 又变成这个 那很简单 你会怎么自己不去锁呢 是 现在这个很多业主 就觉得呢 就是 他是可以自己锁 可是 你就是成天要 就被几巴大锁 在那也不方便 就是他可能就是 希望委托锁车公司来锁 对吗 所以 那你看 如果要是我的车位 那我就自己买把锁了 你都用力 我帮我锁你一次 二十块 我让你张张知识 但是不要来了 就这样子 好 我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也不是以钓鱼为目的 而是只是惩罚为目的 我让你知道知道 有什么不防吗 对不对 而且我再给你讲 我还经历过一次事情 那次事情呢 也很巧 就是 我去吃饭 然后他旁边呢 有私人的停车场 就是 可能尔帕他们的吧 停车场 别的 但有大概定牌十几的车位 一共都有 每个他们都有牌子写着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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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个没写 没写 故意的 你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停还是不停 不停 风险太大 风险有点大 我觉得风险有点大 但是我呢 说实话 因为晚上 我们没有太仔细瞧 我就停了 停完以后呢 回来以后呢 我就 我就看那个雨沙气场有一个条 这样写的 这是我的车位 希望你下次不要停了 但是你的车号呢 我已经记住了 如果你下次还停 就是要挑衅的意思了 我就会 采取动了 我觉得最等的 就是说 你知道吧 就是说 我警告你 特别还打死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我就 然后呢 我就 过第二天 我也知道 这叫不好意思吗 我就把这红酒给他了 所以坐的时候 下车给他放了 放了他的车 一车红酒 我也不知道人家 是别人拿走了 还是怎样 反正无所谓嘛 就是这样 我们还有其他电话 我们来听一下 谢谢您 再见 我们来听这个 喂你好 你好 喂 喂您好 是您了 喂您好 这他有说吗 是的 是的 你说 喂你好 我是小乐粉丝 小乐粉丝 不是我粉丝 这个拜拜 开玩笑 你继续说 刚才听你们 我们说关于有关 那个Generation方面的 那个话 对 对 对 请问那那这样 我比小乐老师年长几岁 我问小乐老师两个问题 你可以吗 哇天哪 您问您问 请收 您说 是的 嗯 对小乐老师啊 我们最近老听见 那个关于香港的话题 一直说什么香港 那个要闹港 什么什么的 嗯 请问你有你有在别的资讯方面 看见香港人有组织 或者怎么要求香港独立吗 小乐老师 您回答 他问你了 我没法听您回答 他就问你 我不知道呀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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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知道 没关系了 因为我想你们在新闻前线 应该会有关注吧 嗯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对 还有个问题就是 他们香港不是持续了五个月 一直在反那个什么恶法吗 嗯 法是立法会立的 嗯 然后由厕所拍法来定的 嗯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他们那个双途选 那有意义吗 哇 这个问题 你也是问小乐老师吗 这个我好像回答不出来 是啊 我也问小乐老师 我想 刚刚我们 这间的代沟啊 有没有代沟了 他可能确实有代沟 有代沟 哈哈 他你说 你是回答一下呢 还是说怎么样 嗯 我回答不出来 回答不出来 我认输好吗 哈哈 小乐老师认输了 你满意了吗 哈哈 没事没事 你好 谢谢 谢谢你电话 谢谢你 这个这位朋友挺有意思 这个小乐老师 就是考考我的这个知识量 Google 好